。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我是你们速报军灵讯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呢,是刚刚登陆Steam以及Switch等平台的这样一款独立游戏啊,名字叫做奇乌妙僧啊,这是一款采用童话绘本绘本般精美的美术风格的游戏啊, 勾勒出了一个惊艳的歌特式预言和童话世界,玩家将扮演一位年迈的临终女巫,遵循恶魔山羊的指引,在这个开放世界中采集积累,种植并创造各种稀奇古怪的素材,比如读蘑菇,熔原之眼和恐惧之品等,同时前夕研究一条配五花八门的阴险秘术,然后解开各种谜题,完成仪式,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玩一下这款游戏啊, 这个游戏,Steam上面也现在也是这个特别好评的状态啊,一起来玩一下吧,新游戏 也感谢这个游戏的这个国内的发行商轻语游戏提供的这个游戏下载啊,很久之前一个奇怪的小房子里住着一个奇怪的小女巫,她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打理她那奇怪的小花园,或在奇怪的小椅子上休息,某一天以着奇怪的声音惊扰了她的美梦,出现了一个山羊啊,是谁? 这女巫为什么还戴着一个帽子呀,戴着一个铁皮帽,对吧 你这恶魔居然敢打扰本小姐睡美容觉 你这蠢羊,快从我这里出去 你往山羊屁股上猛踹一脚,把她从前门赶了出去 有点好笑啊 家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乱了,我明明昨天才打扫过壁炉啊 当务之急是找到我的旧魔法书,肯定就在扫过壁 我们来找一下新章节,当务之急 找一下女巫的魔法书,是不是在这儿呢 也不是啊 哦,在这儿 哈,找到了,我怎么记得这书没这么清呢 所有可以制作的配方都在你的魔法书里 你可以随时按下Y键打开魔法书 看一下啊,这魔法书里有法术啊,治疗高,药膏 物品栏必图 日治 我的配方全都没了,这该死的山羊把书叶都吃掉了 我的腰带呢,要去教训那只山羊 我就得把那家伙带上,放在那边的箱子里了 OK,来,箱子这里 找一下我们的腰带啊 编织腰带,鹰岩果 磨岩果 鲁尾蛇 把这个给带上啊 好吧,带上 寻根藤 这些都带上吧,这些道具 OK 哎呦,我的腰,我到底睡了多久 出门之前我得吃点药,缓解一下药筒 正好治疗药膏的配方还在啊 看一下怎么做啊 素材 一个森林草药 一个五婆菇就可以啊 但我现在是不是做不了啊 哦,在这有素材 这有一个森林草药 哦,这边有这个五婆菇 OK 这还有个森林草药 把他们给拿到 诶,够了吗 看一下 两个两个,诶,蘑菇怎么 哦,蘑菇也够了啊 制作一下 诶,可哩 制作好了啊 治疗药膏 我们怎么用呢 然后RT 给自己上了一个魔法 我们的血量在右下角啊 有三颗星 大家看到了吧 它这个玩法还挺丰富的啊 外面是潮湿的沼泽地 刚出门你就被扭曲的树根绊倒 远处的某个地方 你听到密密麻麻的荆棘中传来叫声 那只斗鸡眼山羊跑去哪了 按下这个键可以查看地图 OK,我们来看一下 这地图线就是你探索完之后才可以看到啊 现在还是黑的 我们在这里多收集一点素材啊 这些都是可以收集的素材 这种发光的 这边这是什么 我当然也不是啥 这个是啥 用剪子 这还得有各种有相应的道具才能收集它 这里可以直接走吗 不行吧 那我现在刚往哪走 好像没 哦,往这走 来吧 这里也有 哦,那个山羊在这儿 咩 你就没有其他想说的 啊 山羊咳出一团恶心的毛球 你好在吗 能听到我 山羊居然说话了 抱歉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过肉体当容器了 你会说话呢 我当然会说话呀 你脑子里是不是长蜘蛛网了 居然连你的老朋友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吗 我是来收债的 你拿到我们约定的数量了吗 什么东西啊 哦,亲爱的 如果你真的不记得了 我们只能重新把契约过一遍了 去下面 山羊肠的隐约可见的古老石门点了点头 我要怎么样才能穿过那么尖硬的石头 最后把它封上的人就是你 仔细看看我想啊 是我们把它封上的啊 按下X键可以开取女巫之眼 检视物品或生物 并发现它们的弱点 弱点显现之粉 OK 一块异常巨大的石头 那这个显现之粉我们要怎么做啊 OK 不要小瞧你的感官啊 虽然你的年纪大了 但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你躺在表面之下的弱点 OK 用显现之粉应该就可以了 用宿主造成的任何损失和不变 这个羊 通过检视物品和生物 你可以重新习得魔法术的配方 我们来看一下啊 显现之粉 需要一个蘑菇 一个蘑菇 两个荀根藤 然后两个 一个鹰岩果 可以直接制作了 可以直接制作出来了 好 那我们这个显现之粉二 好 你将一把发光的粉末 撒在符文上 时刻中发出一道清冷的蓝光 将入口笼罩在光环中 你眯起眼睛想要搞清楚上面文字的含义 完了 看不懂啊 暗影语写的容我翻译一下 上面说了什么 我看啊 你看不到是什么鬼啊 处理一下这个拖把刘海 那我不是需要一把茧子吗 OK 我在花园里还有把生锈的旧茧子 那我们就找一下茧子 茧子是在哪 是不是在这个箱子里 在这 这是什么 芦苇绳 OK 这茧子可以剪什么呀 可以剪这个草 可以啊 有了茧子就好处理 这边是什么 那好像现在还用不了啊 我们去把羊的那个刘海给它切掉 这羊也太好笑了 OK 尽管验声不断还剪伤了一只耳朵 你走才把它脏兮兮的毛剪掉了 哦 它终于把眼睛露出来了啊 来吧 沙羊赶紧翻一翻一符文是什么 三尺之下每人沉睡带来信武献与神位 四道灵火拔起十根只带老玉点燃火盆 老玉啊 说我们是老太婆 嗯 看看火盆有什么东西 哪里有火盆 哦在这儿是吧 需要一个蓝羽毛 需要一个狗毛 需要一个蛙叶 需要一个光石 这我他妈去哪收集啊 狗毛羽毛和蛙叶和光石 你要知道这个小沼子外面还有一整个世界呢 看到那边的门了吗 冒着绿色火光的那个 哦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是要去收集东西啊 收集材料点燃火盆 然后开通通往森林登陆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需要剪子 OK 那我们已经有剪子了呀 OK 哦 可以直接从这儿过来啊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去了 收集蓝羽毛 狗毛 蛙叶和光石 OK 你从藤蔓中剪出一条路 突然踏上一个冰冷的世界 这里的世界似乎在倒流啊 这压抑的满是繁星的虚空 一直延伸到你目光所及的最深处 有一个传送门啊 是这个对吧 这是什么 壁炉之中 前往森林 OK 我们这就去收集蜂蜂啊 这什么 木头 树枝 哦 这有鸟啊 这个鸟我怎么把它打下来啊 羽毛蛙叶 光石 光石 光石是 哦 在这有一个 看一下这个鸟我怎么抓呀 哦 要跟这个人说话啊 女人飞快地转身 她的望远性差来打倒你 啊 吓我一跳 鸟类观察一下啊 当然是大名鼎鼎的蓝 电蓝醋森林云雀了 这个蓝色小鸟就是我们要找的啊 它指着附近的一只林地小动物栽满了种子 在这松鼠为例 花点时间观察它的行为 你就能了解它的一切秘诀就是观察 哦 那我们去观察一下那个小松鼠啊 松鼠在哪呢 松鼠在哪呢 一把斧头能劈开它 小型陷阱它的弱点是 看我们怎么做小型陷阱啊 这是个问题啊 这有森林草药 哦 小型陷阱 哦 松鼠在这儿我们来观察一下啊 它的弱点也是森林陷阱啊 那这个森林陷阱关键是怎么学呢 这里有个草药 我们上去啊 哦 这里这个人是不是就做陷阱的 晚上好女士来看淘气吗 我刚把药烧起来还要等一会儿 我只是在欣赏那条漂亮的狗 巡逻的邋遢狗可还行 我能摸摸它吗 哦 如果你想找根手指的话可以试试 它今天有点二咬人 哦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催眠肉块和剪子 啊 关键是我们也没有肉块呀 森林陷阱 怎么样才 哦 我们已经学会做森林陷阱了 来看一下 嗯 需要磨盐果我们有 需要一个这个 这是什么木条捆可以制作 木条捆 啊 我们已经可以制作了 来吧 做一个 好嘞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做这个陷阱了 可以做陷阱了 放置陷阱 哎 它怎么跑了 等会儿啊 我们先去抓一下那个鸟 先去抓一个鸟 好吧 哎 你别走啊 我们在这等一会儿啊 那鸟应该要回来 啊回来了 哦 看好了 这是什么 肉块 蓝羽毛 哦蓝羽毛拿到了 狗毛 我们还需要一个 我们来做一个 催眠肉块啊 催眠药水 我们还得做 需要磨盐果 沉睡菇 呃 一湖水 森林井 村矿场和田野 磨盐果 我们有了 那需要这个 叫什么 沉睡菇 我们找一下 这个还没找到 那么哪里有沉睡菇呢 哦 这里有井 可以来打个水 许愿者阿天啊 我也不确定 你有病吗 你还我差点摔下去 我祖父曾经告诉我 人们会把各种各样的财宝丢进去 我搞到一把铲子 所以想试试 但是绳子断了 而且里面又黑又潮湿 那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那些石石鬼想到你可能潜伏在阳光底下 他们就浑身骑皮疙瘩 要不这把阿给我们铲子了 太好了 这座井又黑又深 但你可以爬进去 但绳子早就烂了 那我们可以制作一个这个绳子 对 那我们进去看看 进去看看 希望这个男人不要来打扰我们 铲子可以挖 有什么东西呢 哦 捡到了金币 这有金币 这是什么 剪到一块光石 哎太好了 这地方可以挖 这里有什么 捡到了一块粘土 这里也可以挖 哦 这里有青蛙 需要网才能抓它 但我们现在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 哦 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探查捕捉网 OK 捕捉网 咱好像没有学会啊 对不对 卫席的配方 这怎么办呢 再多挖一点啊 把这东西地方的东西都给收集一下 对东西很多啊 我这好像还会攻击我 哦 这个网我们看一下怎么学啊 这有个宝箱 上锁了 有了罐子 哦 我们得找一个罐子才能装水 这里这是什么 里面有东西呗 但是不出来 那我们这个现在就探索不了啊 哦 我们现在还没有罐子 来看一下 物品栏 没有罐子 怎么样才能做一个罐子 这是什么 治疗药膏 壁炉之种 小型陷阱 催眠药水 那我们得去搞一个罐子 我们先离开这里 去看看怎么样能搞一个罐子出来 对吧 然后还得想想怎么能用 那个 那啥 这个捕捉网 好 然后来抓这个青蛙 然后来抓这个青蛙 这些都我们都还没有啊 来找探索一下这个世界 这边锁着了 我们需要在这找那个什么蘑菇 叫什么沉睡菇 这个还没找到啊 这个可以 检查 多收集点素材 好 看下 看下边这有什么 有个松鼠 但是松鼠 没啥用啊 哇 这里有什么 这有花仙子啊 这是什么 花瓣 哦 哦 鲜了好多花瓣啊 这是什么 熊鹿以这位自封的王的形象著称 这是什么 仙子 最脆弱的生物被抓到时就会消失了一片水 需要一个捕捉网 那我不会啊 关键是 怎么样才能捕捉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找谁才能学会捕捉网呢 哦 这儿是吧 这是什么 一把斧头 哦 我们可以从他这儿拿到斧头啊 需要你呢 帮我个忙呗 帮什么忙 我那没用的笨儿子本来应该帮我的 但他又走丢了 可能又是去抓青蛙吃虫子 我需要你帮我清理这些死掉的树 有时候里面会长紫色的魔木 啊 这个睡菇就在这儿啊 在树里边 好 给了我们一把斧头 哎 那我们就可以砍树了啊 拿到了这个沉睡菇 看好了 但这个好像不让人睡着 是不是 还有什么可以那个的 可以砍的呀 这个好像砍不了 这是什么 魔烟火 好 这里我们都给他砍掉啊 是不是已经OK了 好像该砍的都差不多了 快去砍木骨头 这好像也没有我能砍的了呀 砍一下啊 对吧 这里就没了呀 你让我砍哪 这个能砍吗 不行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做这个推棉肉了 哦 不对好像还缺水 蘑菇我们有了 这个一壶水 我们知道水在哪儿 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这个水壶 这是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在哪儿能够找到水壶 哎 上面呢好像有 啊 他好像这个狗好像会抓我 他有一个警戒范围 这边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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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抓一个松鼠 是不是啊 看下松鼠是不是可以 哦 又没有木桥骨了 再做一个啊 啊 做一个圣经 好 来 我们来抓一个松鼠 哦 哦 好了 这是什么 有 我们看看哪里可以学这个桶啊 或者干嘛的 这边好像还没来 是不是 这边好像还没来 哦 这里有个人 这是谁啊 这是抓青蛙的那个 哎 于是 你的头上怎么带了个大臭锅 我还想问你 裤子里怎么会有臭青蛙呢 这两个人很有意思啊 嘿 你就是嫉妒案呗 没错 男孩笨手笨脚的 一边抓住所有的青蛙 一边把破烂的捕虫网 哎 这个捕虫网要不然给我吧 对不对 为什么不先让我帮你拿着青蛙 这样你就不能 哦 来吧 给我网 好嘞 哦 好 哎呦 抓到了这个仙子 果然这个仙子就死了 好嘞 都抓完了是吧 是什么 这家伙是个什么 看一下啊 伐木工的斧头 这个竟然要用斧头砍 哇 我把它砍到了 这是啥 扭扭步的根 哦 好残酷哦 来吧 越快 越快抓到 萤火虫啊 我们就能 哦 那我已经抓到了呀 五个 哦 这些美味多只的虫子 还记得我们的交易吗 你答应给我一只的 好 那我的网就不给你了 啊 yes 抓到了啊 好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青蛙也抓到了 这边这个地上这个印记是干嘛的 他好像不知道啊 狗毛 蛙叶我们也抓到了 但我们现在没有没有那个水 对吧 这是个问题 我们 去看一下 怎么能搞到个水壶呢 这边有这个伐木工 快去砍石头 这还有什么我没砍的吗 没了吧 哦 这还有一块 好 都剪了啊 这个网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它呀 铲子 来试一下 剪到了这个 勾火余劲 这里有一个桶 那是我拿不走啊 这里有个什么 眼 快去砍木头 应该没了吧 这还有木头吗 看一下地图 这里我们探索了 这里这个羊 这里 哎上边是不是还没去 这是什么东西 没求精可还行 这是什么啊 嗯 这个井 我们现在 这个井 这个人在这干嘛呀 哎 哎 嗯 我们往上走走看啊 这里锁着门 我突然想起来 这里我过不去啊 啊 这里是过不去的啊 那我们再下去找找看看哪里能找到桶 那你说这里应该有桶啊 那你说这里应该有桶啊 这里有水你看到了吧 有了罐子就可以收拾了 有了罐子就可以收拾了 我现在问题就是找不到罐子 对吧 你说这个有罐子就能干嘛 这不是废话吗 罐子在哪儿找啊 头疼 这个宝箱我们还打不开 看一下未知弱点 弱点还是未知 好疼 看一下 这个也是需要一壶水 哎呦 这里这是什么啊 看一下 黑暗角落 这个我怎么把它给搞出来啊 看一下 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 没求精我们看一下是干嘛的 哎 他这个不能向下啊 只能一个一个呢 勾火于尽 这些好像都没什么用 怎么找到水呢 显现之粉 这是个大问题哦 现在我们就是缺一个 缺一个水壶 缺一个罐子 看看去哪儿找啊 这点头疼 哪里能找到罐子呢 这边好像我们可以 一人 花瓣 把他们抓到了 仙子 粉尘 这引火虫 这引火虫不知道抓了有什么用 嗯 还有这些花瓣 都不知道有什么用啊 这个鹿 是不是上面应该有什么东西啊 我们来做一个显现之粉 我们来做一个显现之粉 试试啊 但是好像用不了 这还有什么地方我没走吗 地图 下面这好像还有路啊 过不去了 看下是从这儿走吗 也不是啊 头疼啊 在哪里能找到头啊 我们现在就差那个狗毛了啊 但是要 要有那个狗毛的话 我们就必须把那个狗给移晕 但是他就需要水 还是说我们要回家一趟 去找一个水桶啊 看一下啊 我们回趟家 是不是要在家里找啊 嗯 怀疑 回上家 回上家 这有水桶吗 看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家里有没有水桶 这里有个宝 啊这个宝箱已经打不开了 哦 这羊还在这儿 哦 水桶到底藏在哪儿呀 好疼 家里有个钢子 但是没用啊 魔法浮纹 魔法浮纹 那看来还是得去外边找啊 你看看这边有吗 哦 这些 哇这个世界很大呀 这森林之外还有123455 拥有8个世界啊 有8个地点可以收集 去哪儿找个水桶呢 往上走走看啊 哦这里好像也到头了 从这儿走 我都想要一个水桶 你不给我 哦这里这个 这个地上这个徽章 这个图案到底是干嘛的 我都想知道 也不知道这引火虫可以干嘛 引火虫 当务之急啊 收集烈火将燃 嗯 谁能告诉我 水桶不在哪儿呀 这下边我们也来过了呀 也不知道水桶在哪儿 难道还有人我没遇到啊 嗯 不太可能呀 这边也来了 是吧这边也来过了 是什么 花瓣 嗯 这是没有水桶啊 卡在这儿了 这里我们砍标是 这个门我能不能 直接过去啊 挡住了女巫的去路 卡在这儿了 没有水 简直 他怎么还在这儿扑啊 别扑了老爹 有了罐子 有了罐子就可以洗水了 他妈的罐子在哪儿啊 是因为这个还没有学到吗 继续探索发现此配方 卡在这儿了 卡在这儿了 嗯 这个人还有办法跟他说话吗 好像没办法跟他说话 是吧 好像没办法跟他说话了 咋是这个问题 看一下这个狗会跟我们说什么 你有没有给他吃的 茧子和肉 我想去找个罐子 哎 他们家好像有罐子哦 女鸟 那里有箱子啊 我们去找一找 要不然啊 啊上面有罐子啊 快跑快跑快跑 草居然在这儿 跑你这小狗 你落在我手里了 我告诉你啊 让你刚刚老是要抓我 哼 好收集了一瓶水 走喽 我们可以去做那个催眠肉块了啊 肉块 催眠药水 哎 好嘞 坐上了 然后做这个催眠肉沫 好的 来吧 走错了 来找这个狗啊 然后顺便把他的毛给剪掉 好狗毛剪到了啊 所有的都找到了 我们可以回去了 但是这有个箱子 我们来拆拆看看 棉土还有金币 OK 这我们也可以挖开啊 OK 这里是不是都找到了 这个罐子可以拿着 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吗 好像没了 这所睡的好熟啊 已经给了啊 咯 点燃之后我是不是就可以进去了 显现那个神龛 蓝羽毛 来吧 来吧 点燃了 狗毛 光石 蛙叶 蛙叶 哇塞 神坛的这个路口 打开了 哇 好帅啊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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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里是什么地方啊 不错 这是什么啊 有一个睡美人 沉睡的少女 这难道是我们 很不可思议吧 你还记得把她带过来的事吗 我只知道你把已经没有气息的她带到我的门口 祈求我拯救她 诶 十二邪灵 你说她还活着的时候 他们轰遍她 欺瞒她 击卡她的形式 然后我们约定她在这里沉睡 直到我们的契约完成 直到你把十二邪灵带回来给我 啊 那我为什么要听从你的吩咐 这任务听起来麻烦的很 把十二邪灵给我 我就把沉睡的少女从魔法中释放出来 看来我们也失忆了 在那里浪费生命直到杂草疯着 啊 这怎么办啊 先睡一觉吧 她把我们给催眠了 这个山羊 太狠了 哎呀我们又回到家了 OK啊 因为这个试玩时间的限制啊 我们今天这个试玩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吧 然后今天给大家试完的这个游戏 名字叫做奇乌妙僧啊 这游戏登录了这个Steam以及Switch的平台啊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 这里是主题游戏苏暴 我是你们的苏暴君灵迅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呢 欢迎评论收藏和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